原来是乾隆八十八的赵兄,真是如雷贯耳。 那大汉万东流笑道,不知赵兄要去何处? 相请不如偶遇,我们总多就在前方扬州,不如入城去喝杯水酒。 等一下,那个万兄是吧?请等一下,我问点事。 赵长河跳下马来,揪住那瘦子,这个嗜血修罗,是什么玩意? 万东流。 瘦子腿断了,正疼地打滚呢,哪想得到赵长河纠结的是这玩意? 忍痛道,你,你不是血煞工,血煞刀法吗? 听人说,砍起人来眼睛都是红的,还有个绝招看上去跟吃人似的, 一把扩刀砍得跟你做对的,就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,你不是嗜血,谁嗜血? 嗜血就算了,那怎么又修罗了? 有点土。 万东流。 您纠结的到底是啥? 绰号好不好听? 瘦子腾得冷汗直冒,那是弥勒教的佛陀们说的, 说修罗是一种上古凶神,力大无穷,易怒好斗。 赵长河张了张嘴,又闭上了。 怎么看起来好像很贴切? 瘦子叙道,修罗分男女,男的行貌丑陋。 赵长河大怒,我与尼勒教势不两立。 瘦子与万东流鸣鸣鸣鸣鸣对两人,对此事态度却十分统一,都觉得太合适不过。 只有起错的名字,哪有喊错的绰号吗? 那个势不两立两人也没当真,万东流便笑,赵兄,不过一个绰号,赵兄不满意不妨自己想一个。 老实说,替人宣扬绰号之类的事,还正好是我曹邦擅长,许多玉面神剑小白龙都是我们这里传出去的,已经摆来个小白龙了。 赵长河眼睛一亮,还有这套路? 不错。 万东流笑道,如何,赵兄想叫什么? 赵长河卡了壳,这还真没想过,早知道先叫唐万庄帮忙想一个了,他有文化。 算了,既然有万兄这个渠道,待我慢慢想,赵长河重新上了马,前方就是扬州。 不错,万东流拎起兽子,笑道,此人偷了我们曹邦一件重要物事,还好赵兄帮忙捉住。 小弟需先请他回去交差,赵兄进城只管报我万东流的名字,到哪都是上宾。 说完拱手一礼,提着兽子踏水而去,挖得怎么个个都会踏水了,赵长河感觉自己的踏穴无痕越来越拉,还踏穴无痕呢,踏个水都要沉。 但这个其实不是踏穴无痕不行,踏穴无痕算是可以的,是他的内宫没跟上,内力不到那份上,自然踏什么都是沉。 而这两位看似随机路人的家伙,反倒内宫比他像样,赵长河至少知道万东流是谁。 曹帮少帮主,玄关五重,乾隆七十,恰比寒无病低一点,比赵长河高一点。 从这轻弓看,他的魅力也是登堂入室的那种,并非外表看上去的外加汉子。 江湖上还是豪杰辈出的,自己想要见识的不就是这些吗? 既然缘分到此,不妨看看本来没打算看的曹帮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 这几日路上,见闻引起的怅然暂时收尽了心底,那些是自己现在真做不了什么。 便是以后打算做什么,也得把这天下江湖给了解清楚再说。 这条河不是运河主道,只是一条小支流,并不宽,否则凭刚才这俩也没法过。 不宽的河往往意味着河上应当是有桥的,赵长河勒马绕道,果然没多远就找到了一座石拱桥,悠悠策马过桥。 所以说,你们踏什么水呢?妈的等我功夫上去了,我也踏。 前方不远就是扬州,江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,也是如清河一般与现实相同地名与人文的地方,在人文上直接说,这就是江南也没问题。 赵长河踏入城门,心中也觉得有些远法。 前不久刚刚和韩吴并说起仗剑再久,仗中仙妖,而一晃眼扬州梦境,薄信者谁。 有趣的是,外面千里荒芜,可城内却有了原本想象中应有的味道,有点像是把外面的鞋给吸干了,供养着这一座城市。 于是,这繁华便显出了几分讽刺。 这里和清河郡差不多热闹,但人文区别很大,清河那边不知道是不是崔家要讲一个道德传家的缘故,整体氛围看着很稳重严肃,建筑色调也是偏大气素脸的那种。 而此时此地,只能感受到满城烟柳,遍地风花。 打马从城内桥上过,驻马而望,内河左右许多楼上,姑娘们翘手而望,见他目光扫来,都是挥袖相腰,又眼嘴而笑。 当时年少春山薄,骑马以斜桥,满楼红袖招。 质量比剑湖城好多了,整个氛围格调也好多了,早都把诗词还给老师的赵长河都禁不住一肚子的话意诗情往外冒。 怪不得说,妖蝉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,这尼玛真是男人的天堂。 不知道二十四桥在哪,哦,可能这世界不一定有,这可一定得有啊。 这位公子,驻我们肖香馆吧,我们的姑娘是城中最有名的。 公子的好马也尽可放心,我们有最好的草料,最精致的照顾。 赵长河心神从周围收回,失笑道,身在江南,何谓肖香? 咦,公子是哑人呢?我们这就叫外地口味。 对,啊,随着赵长河转回头,老宝的脸色变了,声音开始结巴,这巴是嗜血修罗赵长河。 赵长河笑意一下子就没了。 怎么着,我这凶人是不是影响了你们管子的格调和治安了? 没,没那回事,老宝陪笑道,公子这样的名人来,我们不知多欢迎才是。 是吗? 赵长河下马,那我还真就住这了。 老宝心中暗暗叫苦,怕影响阁调道是不至于,怕影响治安是真的,这种凶人要是真在里面和谁闹起来,楼说不定都被拆了。 他定了定神,陪笑道,公子请进,我们萧香馆也是孝敬曹帮的,说不定公子还有交情。 这是在点出自家有后台了,赵长河失笑,正要开口,街角就传来大笑声,哈哈哈哈,赵兄还喜欢香味呀,不错不错,这小香馆我们曹帮开的,赵兄尽管玩乐,一应用度都包在万某身上。 感情你和我们曹帮还真有交情,老宝的神情变得敬畏,陪笑道,少帮主。 万东流大步而来,很热情地拍拍照长河肩膀,来来来,我请客,先让赵兄见见我们扬州的热情。 怎么哪都有你,这是进城就让人关注,一旦我进来到哪就去汇报你,对我这热情程度未免有些过分了。 赵长河心念转过,有一看看这位到底怎么回事,便没拒绝,笑咪咪道,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,万兄请。 过渡一张哈。